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立川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你的脸好烫啊 我没事 没事 肯定是发烧了 我没有发烧 不要紧 我们去医院好不好 不去 那我们去找一家药店 然后买一点药 可以吧 立川 好吧 给你姨妈打个电话 大年三十离家出走 担心你的人一定很多 喂 喂 姨妈 我是小秋 小秋啊 哎呦 你这个坏孩子 你在哪呢 你大过年的跟你爸闹别扭 你爸都快急疯了 这一会儿就来了十几个电话找你 我已经到昆明了 明明姐他们回来了吗 回来了 回来了 都回来了 痘痘也回来了 珠珠和她男朋友也在这儿 现在都下去放泡了 我们年夜饭还没吃呢 你快点过来 快点 阿姨妈 我不去你那儿了 你那太急了 我在同学家住一下就好 明天上午再去给你拜年 然后我爸打电话来问的话 你就跟他说我周六回上海 现在一切都好 哎呀 小秋 急什么急啊 你就跟珠珠一起住好了 小秋 没关系 我已经跟同学说好了 就 就 就这样了 拜拜 哎哎哎 小秋 小秋 小秋啊 也许 你应该去姨妈家吃年夜饭的 这样万一你爸打来的时候 至少你可以缓和一下 立川 今天是大年三十 爸爸不要我 姨妈也不需要我 而你呢 为了我置身在异地 从厦门飞到上海 从上海又飞到昆明 所以我今天必须要跟你在一起 你的 明白 来 靠在我身上休息一下 嗯 我们先去沙发上坐一下吧 小心啊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的昆明啊 那天你爸一骂我 我就觉得种可能有点不对劲 我当晚就来了 我一直在等你电话 因为我爸不让我联系你啊 那你就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在这里待了半个月啊 反正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土耳化 我经常出差 一个人住哪里都差不多 我帮你换了衣服 上床休息一下吧 没关系 其实 我过敏了 身上都是一大堆包 包 我看看 看看啊 那你有看医生有吃药吗 我对一些药物过敏 不敢乱吃 但是这里的医生帮我开了一个药稿 让我每天擦三次 你是不是吃什么东西食物过敏了 我不是因为吃 我是因为紧张 我一紧张就过美 紧张 嗯 你爸骂我骂得这么惨 我能不紧张吗 我爸那个人就是这样 脾气很暴躁 一着急呢 就要跟人死磕 你以后的脾气 也会不会像他 那要看你对我好不好 你要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呢 我就给你死磕到底 我已经看出来了 我已经看出来了 你敢一个人 一天一夜的骑自行车来找姨妈 我从这一点 就看得出来 你的脾气跟你爸差不多 说我 小秋 过几天 我们一起去隔脚 我想跟你爸解释以前 认个错 不要 干嘛要认错了 我们要是认错就说明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吗 没错呀 那为什么要认错 你要是认错我给你急哦 好好好 那我 我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什么 你立刻嫁给我 你立刻嫁给我 这样子 你们就可以一起回去见你爸 跟他说 我们已经生了一个 米饭 生 你想说的是不是生米煮成熟饭啊 对啊 我刚刚就是这么说的 那你说 我 好好好 生了一个什么米饭 我是说真的 我爱你啊 我爱你啊 我也爱你啊 我帮你去床上休息一下吧 嗯 我说的是床上了 嗯 我说的是床上 走了 好吧 伤害你对 牛奶 我去给你拿牛奶 喝点牛奶吧 来 慢点哦 还要吗 优优独播剧场